出國選擇商務艙還是廉價航空好 這一集讓我們來見分曉 作為商務艙的代表 今天選擇的是國航的長榮航空 為了顯示與眾不同 所以商務艙和投擲艙都會走另外一個通道 商務艙的廁所裡面就會有來自德國的香水品牌 還有噴霧劑 也就是一般餐等沒有的東西喔 當然一般餐等的旅客也進不來 商務艙的乘坐區 遠遠望去是呈現魚骨型的 座位分布的商務艙 這枕頭非常重要 是魚龍枕頭喔 當然還有一個可以伸長腳的一個座位區 一排有四個座位 所以整個商務艙只有二十個座位 可升級的把手喔 鎖利班插座還有USB插座喔 個人桌椅的台燈 和伸縮的桌椅 非常大張 我非常喜歡這個桌子給人的紋理 還有多到熟清的置物空間 連安全帶都非常舒服 只扣在腰間就可以了 所以不會那種KK的感覺 經到隔壁前面桌 空姐正在細心的蹲著問著客戶 而桌下的儲存空間是個人用的耳機 非常防噪音 而且海綿非常厚 非常的舒適 這是我座商務艙最享受的 也最喜歡的一個環節 可能是防止你帶走 所以它的插座是三角形的喔 這隊空姐非常的辛苦 因為她要蹲著 來詢問客人的餐點的選擇 10.6吋的個人觸控螢幕 加上國畫的掛畫 嗯 美呆了 對了 電視是可以折疊式的喔 也就是在起降的時候 要把電視收回原位 當然這也帶著另外一個困擾 就是起降的時候 你會沒辦法看電視 在這四個半小時的旅程當中呢 提供毛濃濃的拖鞋讚揚 可以調控椅子的各種方向 讓你達到最適合你本身希望的角度 來看電視和入睡 特質的掛鉤 可以放上你的奇襄外套 很舒服的毛毯 包覆著你全身 感覺就可以好好入睡了 上路唱的電影選擇 並不會比一般的唱來的多 只是螢幕比較大而已喔 還沒用餐之前 會送上一些小點還有茶 讓你先點點味 萬能味 那我想起我在機上看的 就是Elvis 貓王這部電影 由於我真的不太愛喝酒 所以點的是茶類 不一回他就鋪好了桌布 哇 椅子感拉滿 所以每次搭商務艙的時候 都會覺得 我就在機上 蹲一個米其林的餐點的感覺 蝦子肉排 沙拉前菜 不一樣的是 商務艙用的可是鐵的 而不是塑膠的 刀叉組合 我手邊是鹽巴和胡椒鹽喔 但你真羨慕我在吃一個高級料理的時候 要告訴你 這次的來回商務艙 是從吉隆坡到台灣 而這樣的來回商務艙 大概是需要三萬一左右 好處是 二十位左右的商務艙旅客 是被四個空姐給服務喔 要不要吃個麵包 我記得這是甲巴拿 這是香料麵包 軟麵包跟大蒜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不要 好好好 來 香料麵包 來 香料麵包 商務艙裡面的麵包 是有各式類型的麵包 可以讓你選擇 而且還是熱呼呼的喔 而我最愛就是把麵包 塗上厚厚的奶油 當作菠蘿油來吃 好 然後再不斷喝上上等的台灣茶 當然如果你愛喝酒的話 那機上的酒也是無限供應 那就更划算了 而提供牙線棒 就是另外一個集中我紅心的服務了 接下來就是主餐的時候 商務艙旅客還可以在上季前 到VIP貴賓市享用餐點 所以上陪之後 又要再吃另外一頓餐 真的飽屎啊 真的飽屎啊 OK 你慢用 你是Youtuber還是什麼 都有 都有對不對 都有對不對 不一樣大家就給你 好運 謝謝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稱為自己為Youtuber嗎 但目前看影片的你 就是看著我Youtuber的作品啦 其實我心裡比較想講說 我是馬克醫師啊 陪著貓王的電影 然後這一餐就吃得津津有味 而且目不轉睛給我 看完後其實還可以選擇其他的影視節目啊 包括一些電視劇啊 或是娛樂節目 但也是跟一般艙等是一樣的 第五杯金軒不會到滿 因為搖晃的可不止紅酒杯 還有飛機上的茶杯 飯後當然來一點甜點和水果 就最完美啦 其實水果跟一般餐的沒什麼兩樣 只是多了一些雕花 一些刀工 然後這甜點我就不太推了 現在看畫面都覺得 這蛋糕特別的不濕潤 但我還是有把它吃完 像高級飯店一樣 用桌布把嘴巴擦乾 然後來到了廁所 也來做一個巡禮吧 有非常大的一個廁所空間 還有市面都有精子喔 也不用去跟一堆人在等排隊上廁所 而且還可以飯後刷個牙 有健康的牙齒才有健康的身體喔 洗碎人幣還有全身鏡可以看 嗯讚 黃喜桂冠艙反鱼谷市的全躺平桌椅 是不是有一種讓你有獨立包廂的感覺呢 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商務艙可以快速通關喔 可以嘗試躺著看電視 躺平看電視的感覺 哇真的很爽 會讓你覺得四個小時或五個小時的行程當中 並不無聊 甚至 你還可以睡個還覺 醒來 就已經可以下飛機了 哇 由於有快速通關 平常一個小時的排隊 就用一分鐘來替代囉 那你覺得好不好算 到達吉倫坡後 一下飛機就趕去了 看陳奕迅演唱會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 聯航版本的艙等又會是怎麼樣 這次選擇了聯航是從台北飛往泰國 南曼機場的一個航程 沒有商務和一般艙等之分 馬上可以感受到 聯航的效率之快 和長龍的漫調史裡有不一樣的感覺 通常排隊很快就可以到你登機 要注意的是 聯航上面是禁止用其他的食物 包括各種瓶裝飲料水 礦泉水的不行喔 我覺得聯航很適合一群三五好友 一起搭乘的一個交通工具 因為呢 過程當中 朋友之間的打打鬧鬧 就會把時間給他拔過去了 聽說聯航很有效率 所以很少延誤的情形 不過 我卻遇到了 延誤15分鐘 雖然延誤了 但到達的時候 依然是很準時喔 這就是 非常amazing 一二三 那些孤獨的人 哈哈 打打打打回家 發現聯航通常都用的是小型飛機 座位間的空隙比較小 時間通常都是晚去找回的班機為主 目前做的這艘虎航呢 我覺得還蠻新的 也蠻乾淨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前面呢 沒有電視 但有可以打開的摺疊桌 還有 安全指示牌 非常小的窗戶 給大家看看 我坐在聯航的感覺 和旁邊的距離 後面的距離 都非常近 對於我一百七十幾公分來說 都有點擠了 如果你一百八的話 可能就不太適合做聯航囉 但是呢 駕駛的技術可沒有打折喔 我覺得上下飛機的起降 都非常穩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看到的夕陽也一樣的美喔 來到重點的部分呢 在飛機上的任何的餐點飲料都要錢 便宜的是一百塊的泡麵 最貴的是四百二的套餐 泡麵險象不算多 但夠用了 沒有電視的飛機 和馬來西亞的航程差不多四個小時半 所以如果結伴同行的話 可以和朋友玩玩聊聊打發時間 這樣比較好過 不同一商務艙 是四個空姐服務二十個客人 這裡比較像是四個空服員 服務三百個客人 一百元的泡麵來了 哇 我這次訂到的飛機 大概是一萬台幣左右 來回曼谷 但聯航對於手提行李 就非常嚴格了 包括不能超過七公斤或十公斤 更改日期要加錢 機場稅五百到一千左右 拖映的行李也要錢 選位置也要錢 所以縱觀已散 如果去日本的話 就非常不適合打聯航 因為我會買很多伴手禮回來 但如果是一群朋友 不會帶任何的伴手禮回來 聯航是不錯的選擇